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针对那个时候很多美国人把gay这个字 转化转移它的意义到同性恋者的这个身份上面 其实是在那个大概70年代的时候吧 因为gay这个字绝对不是为了男同性恋而发明的 像很多外国的那些电影啊 什么gay d4c啊 或许很多时候我们看musical歌舞剧当中的那些舞王 他们都会说Oh I'm so happy and gay 并不是说他我有开心 你给你快乐 那你在这么翻译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在大陆同志的含义呢 你现在到我们北京是不是遍地都是你同志 你知道其实有关系 因为我在80年代的时候来北京有一个很大的冲击 就是有一天我看到有两个公安 而且是冬天穿着厚厚的那种绿色的那种金装 军装的那种大衣 对 然后就戴着帽子 还很帅的 很帅气 非常的高大 然后两个人拖着手 一个呢就含着一根烟 然后就看风景 另外一个呢就在看橱窗 所以呢就是好像一个拖着另外一个人 然后等他看橱窗 看着布奈凡了就把他拉一拉 然后他两个人就拖着手往前走了 正巧啊 真的啊 对我们来讲完全是个一波的眼光 我们那时候到北京都是很震撼 对男生跟男生脱手 对我们发现大陆那么多男人跟男生能脱手 我跟我们同班所有男同学都勾肩搭背 我在街上 勾肩搭背是一件事情 那不一样脱手是 你是觉得脱手是变成一种很特别的 对在往湖井大街走个圈 那这个东西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 那男生跟男生脱手 我觉得没有什么继位啊 其实是很好的 那在一些没有受到西方的 比如说基督教啊 或许是那种天主教的那种教育的洗礼的话 大概看这个东西很平常 比如说我曾经在台湾 就是有三个月念国中 也有男同学就是会很喜欢去脱你的手这样子 但是后来到我长大了之后 就算是男朋友 我都要跟他来一个卸仪 卸仪 就是说只能从这边拖到那边 然后就一定要放 为什么电车轨路已经完了 外面就是闹事了 一定要放 闻到有很多是同性恋的朋友吗 对啊 我基本上没算过这一点 第一个是谁 林义华 不会啊 不会 没有这个荣幸 我忘了 真的忘了 但是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 我挺喜欢同性恋者 为什么 因为不跟你竞争 对不对 说中了吗 你讲的可能也有道理哦 我觉得是 他没有利益冲突 我的意思是说呀 你不怕他爱上你吗 有人爱上 我是个渴望爱的人 我是说 我不会从统计的方法去看人了 就是我只是说 我所接触到的 到现在为止 我所接触到身边的同性恋者 我都觉得 跟我留下特别好的印象 通常 比如说他们比较谦和 说话呢 就是反正很亲切 给你感觉很亲切 很少见到说 他们冒犯别人 攻击别人 或者说是怎么样 就是给人感觉很好啊 而且很有修养的样子 当然就是 我所接触的人 就会 所以留下我这个好的印象 但是你刚才提出了 更深一层的解释 也有可能 是不是潜意识里 我们潜在的没有竞争 你讲到这个同性恋 这个友善啊 或许是喜欢 或许不喜欢 让我想到有一次 我去接受访问 然后那个主持人就说 我就是接受不了男同性恋 但是女同性恋 我没有问题 所以我认为我不是歧视同性恋者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 那我就说 你在哪里见到那些女同性恋者呢 他就想了一下 然后他就说 大概就是那些情色的电影里面嘛 那我就说 就是嘛 那哪里是女同性恋 那只是演给你看的女同性恋 我一点都不歧视他们 只不过 怎么样 怎么样 那只不过后面有很多东西 只不过 比如说 只不过他不要让我看到 只不过他不要 不要怎么样 来搞我的儿子 对 对 是这样 是不是很好玩 这种心理 你们想过 那怎么叫做不歧视 同性恋 什么叫做 那你觉得什么叫歧视呢 对不对 是 但是始终 有底线的接受就好像 当然不是圈中人 他永远是这个物理看花 就是还是那个老问题 那到底是怎么一件事情 比如说这个感情 比如当你第一次 会觉得会喜欢上一个同性的时候 那是 那跟你比如说 那跟你在小说里看到的 关于男女爱情的描写 是否吻合 文涛你知道 我小时候 其实还是会追女生 但是追女生的那个冲动 并不是来自生理上的 也不是来自心理上 是来自社会压力 最小到小学三年级 你就要追女生了 因为你不追的话 同学会看你 就是那边来了一个新同学 长得美美的 成绩又好 她是A家 你只是B家 那已经觉得自己 非常受到威胁 所以你一定要去 想尽办法 就是说跟她来一个 怎么下战书吧 就是说 下战书 对 我还记得那个女生 叫Serena 姓王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会记得 然后我就跟她说 Serena Wong 我现在要追你 那所以呢 我们来一个比赛好不好 如果我整体的成绩单 到了那个学期尾的时候 有个A家跟你一样的话 那你就要吻我了 那结果那个学期都很紧张 果然就是 就她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受到这个压力 她就退不了一点点 我就进不了一点点 结果她又要来吻我 然后她就想了一个方法 就是让那些女同学 怎么围着我们 然后就只让她的手 碰一下我的手 还是怎么样的 那这个东西 其实男跟女的这种追求 从小其实就是 不光是一种 你自己本身内在的一种欲望吧 她还是有很多的社会期望 加在上面 所以不管怎么样说 你其实还是要经历一个 自己的探求的过程 像有些人 她也以为她是同性恋 但是过了一个阶段 才知道 她是个衣柜的一个双性恋 我许她根本其实是 喜欢女生多于同性的 但是她一开始 不知道怎么走上了这一步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怎么样的状况都有 听说真正的同性恋 瞧不起双性恋 我不是那一类 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 其实有很多同性恋 都对双性恋的人 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 充满了幻想 因为双性恋 会让他们觉得说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其实不是个同性恋者 因为这个同性恋者 他有可能一直都不太接受 自己是个同性恋者 所以他不希望去跟一个 跟他一模一样的 这样一个人谈恋爱 因为如果他跟一个 也是同性恋者谈恋爱的话 他会觉得自己有点欠缺 或许对方也是不完整的 但是如果他是双性恋 起码他有一半是一个男人 而不是说一个假男人这样子 是这么一种 我猜是这样子 不过而且同性恋 没有说什么真正的同性恋者 这回事 所谓真正的同性恋者 往往都是自我宣称的 就有这么一批人 他会觉得我们是纯正的 然后就他会排斥 或者比较觉得双性恋 是一些很怪异的人 因为双性恋是让大家都感到 一方面大家羡慕 但同时又让大家感到威胁的人 如果你现在是个双性恋者的话 那我喜欢了你之后 我可能会担心一个事情 就是说你遇到他 他是个女的 然后你就会转过去了 那等于说我就很没有安全感 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需要 因为你需要男的 也需要女的 但是其实这个东西 如果你要把它稍微的 我自己觉得 放大来看的话 即便你是一个百分之百的 喜欢男的 你见到另外一个男的 因为他的气质 能够吸引到你的话 你还是会转到他那边去 所以我常常觉得 这个性的东西 什么性恋这个东西 其实归根结底 它是一个你自己对自己的 性别气质的一种认同 跟对自己性别气质上面的 一种欠缺的一种追求 所以你今天 比如说你觉得你气质上面 怎么认同欠缺了什么呢 我猜其实还是会觉得 从我现在喜欢的对象来讲 我还是喜欢就是说 自己欠缺的就是不够男性吧 传统的 我并不认同的那种男性 但是没有办法 对不起 我就是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个 从小到大 接受这种教育长大的 还是很父权的一个社会 它还会有一个社会习惯的影响 好比说你真的在恋爱当中 会有一种假定的 类似于男女的这种互相称呼 或者是对对方的一个印象 你是说戴亚领和汉迪这种吗 对 比如说你好像说 我喜欢一个比较强势的 或者比较高大的 那是不是 因为我们的感情也是被建构的 我们也是看了很多的 这种世间的爱情形成的 那么会不会它类似于传统印象当中的男人 有是一定会有的 而你呢 自己觉得有点像传统印象中的女人呢 我觉得比如说 又举一个比较大家都知道的例子 比如说陈凯哥跟李比华写的 拍的那个电影叫霸王别姬 那当时为什么要找张国荣来演呢 或许我们再隐身一下 就是有一次我去金马奖当评审 然后呢大家都要评就是春光乍蟹这部电影 到底要把那个最佳男主角颁给谁 不是颁给谁 是提名谁 所有人几乎都九成的评审都说梁朝伟 那我在那边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就听他们为什么会是梁朝伟呢 为什么张国荣就不是 那个电影是两个男主角的戏份 几乎都一半一半嘛 那然后他们就说 因为梁朝伟演一个同性恋者 演得那么的好 但是他自己又不是同性恋者 所以应该提名他 那我就在那边就傻眼了 我就说那张国荣演了 那么多异性恋者 岂不是每一部电影都应该拿一个提名 每一部电影都应该拿奖了 那他们听了就轮到他们傻眼 然后就再过一轮之后 大家票就投给张国荣 所以那一节出来呢 结果大家记者媒体就很惊讶 就是说为什么没有梁朝伟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很多时候啊 那个社会的那种既定的观念 是不堪动摇的 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 但是当你一提出一点之后 大家就会觉得说 对我为什么没有想到 所以以为自个儿挺开放 实际检索一下 全是保守传统啊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就看来啊 这个阴柔强悍这些气质 其实并不天然的属于男的和女的 对吧 男人也可以很阴柔啊 我觉得我很多时候就有点临在预内 就是见方落泪 你今天不是说你每天起床都要先哭一阵吗 对啊 那我是不是也得找个强悍的 不是 你可以找个强悍的女性朋友啊 其实因为女人也可以就是 对对对你说中了 我老觉得你有这个问题 你就是 我得找个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走 要找一种那种大地母神的那种那种人物 就你说这问题 说到现在的审美观了 最近你知道在聊什么呢 说进入男色消费时代 对啊 感觉到没有 好男儿就是 好男儿就是 所有都发现怎么现在就阴柔 但你不知道这是被权力机制造出来的这个趣味 还是真的这个地球次级偏转了 这个人人的性别一些意识开始变动的一个时期呢 我觉得其实这样讲的话 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女性的那个经济能力也大大的提高了 也有关系了 因为他们花得起钱 你知道台湾那么多的在宣传 就是说能够让韩国女性 或许哪里的女性去到台湾旅游 就是为了去看F4 以前说王超军 现在都是F4到韩国去 到周游列国去秀一秀 然后大家就来旅行 然后就取牌子 为什么 来的还是要钱啊 要住饭店啊 要买他们的纪念品啊 都是钱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跟钱有关系 那你比如说这个色该怎么理解 比如说作为你一个同志 你的号色是指什么呢 你号的是什么色呢 我的号的是跟一个异性恋者号的是怎么可能有分别呢 就是你看到那张脸 你看到那个身体 标准是 对啊 差不多的吧 但我觉得你刚刚说蓝色这个东西 我觉得最好玩是 其实我们很久以前 我们中国很传统上面 大家都很喜欢蓝色嘛 对 没错 女人也喜欢蓝色 不只是同性恋的关系 是异性恋的关系 比如说标准的美男子是面如惯玉 对不对 现在这个不行 对 现在不行了 女观众喜欢男的可能就有点害怕 对 但是就过去的时候 你想想看中国古人认为美男子的标准 你把那些文字拿到今天看 它基本上就是蓝色 你将常形容那种蓝色 你还不用说文字 你看那个春宫画 男人的身体 被描绘的跟女人的身体 一样柔软 你看唯一的不同是发型和生殖器的不同 别的都是一样的美柔软的白嫩的肌肤 对 没错 是吧 都是这样的 现在上 灶堂是不是 上 洗澡堂 对 洗澡堂 其实你还是可以看到 那是有故事的地方 是吗 也是了 其实也是了 所以你说到这个好色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会把好色跟同性恋放在比较紧密一起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男同性恋来讲 他就是没有这个纯中结代的 也在起码在中国他还没有那个结婚的那个权利 或许有那样的一个特权 对有些人来讲结婚简直就是特权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就好像有一个自由的空间 那这个自由的空间呢 对大众来讲 有时候会觉得 骨子里我觉得有点羡慕 因为比如说像一个男生跟一个男生 如果他们要很亲密的走在一块 他不需要经过一个太长的追求的一个过程 因为这个大家都了解嘛 大家都知道我们吸引的是什么 但是在我们传统的社会里面 你这样跟女生发生感情的话 叫什么一夜情 一夜情这个名词本身就有一点贬义 而且贬的不是那个男的是那个女的 那贬那个女的就是说 你应该非常的珍惜你自己的某些东西 你不应该这样那么容易的就放出去 男生跟男生哪有 女生跟女生哪有 这个状态正好就是 我觉得很多人对同性恋有个想法 就是哎呀他们真的好淫乱 他们真的好随便 但是我就我很在同林一华讲 就是大部分人在说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尤其是男人 我觉得是羡慕的 你不觉得吗 淫乱 对你不觉得吗 你比如说一帮 假设我们一帮异性恋的同事喝酒聊天 有时候会说人闲话 说的时候哎呀某某某 这小子太不像话了 每天晚上泡不同的妞 跟不同的人上床怎么样 但是骂的时候你会觉得 大家都很羡慕 对不对 其实在讲太有办法了 对他太有办法 他太厉害了 但是如果我们换个 他这个人他不是找不同的女人 他找不同的男人的时候 他们这些人太乱了 太随便了 对不对 你就马上就变了 你就看得出来了 对但其实我们是在羡慕 这个所以我自己还琢磨过 我觉得要真是说像是那种 所谓玩弄男色 纯粹是性欲的那种满足 讲老实话 我觉得甚至我都能想 咬牙一跺脚的事 中国古代 还有那么难为牛 这毕竟心里有个关口 你需要跨过去 但你像中国古代带着小书童 进京赶考的 他其实他是异性 他是实际上是要跟异性的 但是他有性的享受 欲望这方面的一个癖好 对吧 所以其实我关心的是感情 好比就像上次我跟你讲 我爸爸听见张国荣 他看了半天 他就会说 什么同性恋 那就是两个男的比较要好 可好 那你带个男朋友回家 友谊和爱情 就好比说 我生活里有这样的男朋友 我甚至重视我们的友情 可能胜过重视跟女人的 绝大部分的男人都是这样 一生的这种好朋友 就差拉手了 拉手拥抱 这些事不干 那么这叫友情 这叫什么朋友 这叫哥们 那么你觉得这个跟同性恋之间的这个爱情还是 因为我觉得其实啊 你刚才讲的那个呢 对很多青少年阶段的一些男生来讲 他很容易有一种困惑 因为其实在他们发育的那个阶段 情感也在发育 那如果跟你特别了解 或许感情特别好的一些哥们 有可能你也会对他有时候会有一种压抑 就是不希望跟他的感情发展到某一个地步 或许超越了那个关系 这是一种心理上面的克制 多于是你真的对那个东西是一生下来就反感 讨厌 觉得恶心 不是这样子 实际上人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而且欲望本身是很流动的 对 就那天我们说中大学生报这个事件 他们其实是一个探讨的课题 就是乱伦 就让大家感觉很惊讶 但我们如果看一些精神分析学的书就知道 所谓的欲望是没有固定对象的 你真的是 你记得弗洛伊德讲乱伦禁忌怎么来的吗 每个人小时候都会对他直接接触的家人 爸爸妈妈会有 最亲密 对很亲密的一种欲望 那么我们是后来才把我们感情的种类的区分 其实就是一种最早的禁忌 亲情 友情 爱情 对不对 这就是把我们那些很无名的 很没有目标的 很流动的欲望 先划出一个基本界限 刚刚我们说的那些东西 都是先有社会关系 才有这些名字出现的 对吧 你是先承认了有种叫亲属关系 有种叫朋友关系 亲属关系朋友关系是不一样的 我们才会相应的有亲情跟友情 而不是反过来 我天生的对着一些人 就是有友情 我跟他没亲情 不可能的 像我们一直在讲 红楼梦 红楼梦就是一个最 对我来讲最吸引的一个地方 就是曹雪芹 他写了这么一个人物出来 就是他身边有这么多人 当然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的一个王子 所以他有权利去对任何人都有感情跟欲望 大家都宠着他 对 而且大家都接受他 但是这个也是一种 我觉得一种理想 就是说 其实人跟人之间 他们可以很好 理论上对我来讲 如果更多这样的一些 不是禁忌 而是大家的一种关系的话 不是比打仗更好吗 不是比就是勾心斗角更好吗 对 相亲相爱万岁 是吧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那林导演 你的类型是属于追求这个那种眷勇的爱情呢 还是怎么样呢 像贾宝玉一样 其实我觉得啊 我人生花太多时间在单恋上面了 就是前半生有三分之二 你觉得好像都是在单恋 从小到大 就是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崇拜一个人啊 或许怎么怎么 那后来真的是到 我觉得我情感发育真的是到97年98年 有两次非常惨痛的一个恋爱的一个失败之后 我才开始就是说 突然之间感悟了一些事情 但是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恋爱 其实你必须要遇到一个太了解自己的人 那如果你遇到一个不太了解自己的人的话 就是他的问题也要你来解决了 那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那我们就是常常会受到很多的社会的压力 因为毕竟我们不可以 就是随便把男朋友带回家喝汤啊 然后就怎么怎么 有这样的一些状况 但是他会变成是一种比较另类的 所以我觉得是做一个同性恋者最好一个东西就是他帮助我成长 因为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人的话 也许我按照很多的规范走结婚生孩子 为什么我根本不会坐在这里了 但是 对我懂 就是因为就像那天我们讲你在一个比较边缘的处境 所以你反而对整个局势有更清醒的一个一个观察 想问很多问题 因为你不问问题的话 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但会不会是因为同性恋 破灭了你这个结婚或者生孩子这方面的念想呢 我觉得自己都还没长大 所以很多时候我并没有那种欲望 就是说要把一个小孩生下来 而且我觉得也不见得说是因为你身为是一个男性 你就必然觉得说你要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做父亲的这种欲望和冲动 我就是一个可能因为我爸爸没有让我觉得做父亲很好玩 所以我就没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你们那天不是讲是说要生孩子的事吗 我觉得你真的要想清楚 是每一个当爸爸的人都会告诉别人当爸爸的人多好 多过瘾 多有意思 但是问题是我有时候觉得那是个陷阱